跟佛法讲的没人呀 名词不相同 我们听了之后一听就懂 就知道 变法界虚空界 所有现象都是幻象 金刚经上所说的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暴炎 梦幻暴炎是假的不是真的 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不是真的 你就不要知识 就不要分别 就对了 你执着分别就错了 所以执着的心是轮回心 六道轮回 分别的心是四身发界 比六道是高明多了 不受六道就苦了 但是他不能坚信 不能坚信 他不能得大自在 他的活动空间 限于 十八截 他不能超越十八截 如果执着未放下 他的活动空间 限于六道 不能超越六道 到最后 佛教我 六根接触六成境界 不齐心不动念 这就称佛了 跟他的境界完全平等了 祝佛如来 在一切境界里 决定不会齐心动念 这才叫究竟人 究竟求 所以下面说 了 其实不齐灭 妄为齐灭 了是明了 你对四世真相明了了 实在跟你讲 没有齐也没有灭 而齐灭这个幻象 你看错了 我们今天看电影 今天看电视 这个画面 在这个屏幕上的齐灭 我们有没有看到 我们所看到的粗的像 感官上的像 真相 有没有看到 我们用从前的电影 从前的电影 是幻灯片组成的 一张一张的幻灯片 你会看得很清楚 放音机的镜头 打开 幻灯片 投射在 荧幕上 这个像 起来了 升起来了 放音机镜头 关起来 就像灭了 换一张 换第二张 再打开 又投射到 荧幕上 再关起来 又换一张 一秒钟 换24张 哎呦 我们看到电影上 好像是像 连续的像 其实 那就像动画嘛 张张 不一样啊 没有一张 是相同的 那个很容易让我们觉悟啊 没有一张相同的 你明白这个道理 现在告诉你 放音机的速度加快了 你看 从24张 加到多少张 加到哪一秒钟 1600兆张 你能看到一张一张的 混音机吗 你看不到了 他患得太快了 完全不能觉察了 而以为他是真的 造成了你 严重的错误 罚戒的真相 没有神秘 你以为有神秘 一个动画的画面 你能观察的时间 是一秒钟 一秒钟里头 这个画面 已经启灭 交换了 1600兆张 佛经上 给我们讲的真相 科学家知道 是这个现象 但是科学家 没有说数字 只是说 非常快速 佛经上把数字 说出来了 所以 了要明了 神灭就是不神灭 为什么呢 神灭的像 你找不到的 他速度太快了 你概念上 才有灭的话 他已经生 那才生的时候 太早就灭掉了 这个现象 大臣经教里的说 拔地菩萨 他能感受到 拔地菩萨的心定 确定的定功 还没有办法 还不能见到 拔地 以上的 这个定功 能够体会到 能够看到 四十身相 这佛不是靠科学 速学 跟这些科学仪器 不是靠这个 完全用定功 禅定里面 所观察到的 是限量境界 不是笔量 不是肥量 如是体达功臣 法界俱其 如是向前面 所说的 法性 为所安 急照为能安 其大功臣 提示体会 大事 达到了 功夫成就了 拔地菩萨了 法界俱其 并法界虚空界 清净净灭 这个清净净灭 现在呢 就在现前 那现在地球上灾难这么多 白飞现在发生战争了 好几个国家 连军 对利比亚开战 发界俱其 我们没看到 我们看到是动乱 动乱是初相 菩萨看到是威蜥的相 威蜥的相 没动 就是说 我们凡夫看到的 这个画面 是连续的相 佛菩萨看到是底片 一张一张的相 没动 我们心是浮躁的 菩萨心是定的 定是真心 浮躁是妄想 妄想看到的是妄想 真心看到的是真相 真妄不耳 那就是中道实相 若观察此心体是无名 您能发现到 我们现在 齐心动念的心 分别的心 执着的心 自私自利的心 贪嗔痴慢的心 这个心的体是什么 是无名 在佛法书 这是世心 就是阿赖耶 也叫第八诗 无名 无名没智慧 就是欲吃 吃 活 迷惑 新鲜 本来是明的 现在无名 这一段事情 咱们老祖宗 也知道 大学 第一句话说 大学之道 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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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看这一句话 三个字 明 明 的 那个得 就是发现 发现本来是明的 明 的 现在上帝再加一个名字 那什么意思呢 意思还不就说 明 的不明了 现在要恢复明 明 明 的 如果本来就明 上头这个名字就不需要加了 就是明 的了 加上这个字 我们就马上知道 明 的不明了 现在要让它再明 不就这个意思吗 明 的是体验 明 的就是知识 就是本善啊 信本善的 明 的是本善的 那不明呢 不明就不善了 现在这个世界 有人说 人心坏了 信坏了 就是你本善 变成不善了 你本来是本善啊 本善是你的本性啊 明 的是你的真心啊 你现在的真心 本性没有了 不是没有了 迷了 不起作用 它起的作用 全变不善了 现在的人心是什么心 明 理 心 好 明 好 理 探 明 探 理 在中 苦 孤身 先 先 先 告诉我们 三皇 时代 人心 是什么 是 道 换 一句话说 在佛法里 他与自信相应 这是道啊 自然的 本善 明 得了 自然现前了 没有 没有污染 到五帝的时代 三皇到五帝 差不多是五百年 五百年到一千年的样子 一千年 一千年是一个大的机缘 慢慢的到 迷了 迷得很轻 还有得 还有得 周朝末年 春秋战国的时代 得没有了 这还在前 三王 五帝下面是三王 三王是夏上周 夏上周得衰了 迷了 有人 人都能够爱人 行有不得了 返求诸己 人能自爱 人都爱人 这个难得了 不容易 到春秋战国就说 人不知道爱人 换一句话说 自私自利 正常 孟子 拜访梁慧皇 梁慧皇跟他一见面 就向他亲邀 说 受不愿千里而来 受是对老人的尊敬诚服 你老人家 不愿千里 到我这国家来 亦将游历 于无国 啊 大概你给我 国家 带来很多的利益了 你看 把利益放在前面 孟子回答说 孟子回答说 我 何必越利益 也有人意 而已 意思就是 我跟你带来的 不是利益 是人 是意 人 这爱人 亦这 寻礼 亦什么意思 奇心动念 言语造作 或前 或离 或法 这叫意 啊 如理如法 啊 所以那个时代 大家中意 就讲意气 秦始皇 统一中国之后 十五年万古 啊 汉 去而代之 啊 这中国的大一统了 啊 汉无敌 聪明 国家才同意 这么大的富裕 这么多的人口 怎么教法 他采取了 董忠书的建议 在诸子败家里头 挑选出 儒家 以孔孟做代表 啊 用孔孟的学书 来治国 这汉无敌 他对于中国 的贡献呢 非常非常地伟大 他以礼仪之天下 道德仁义礼 这个制度确定了 一直到清朝 都遵守 朝代 改朝换代 都无了 每一个 这个做帝王的人 统统遵守 啊 用孔孟修书 来治国 啊 清朝完了 民国兴起来了 把礼仪啊 也疏忽了 造成今天的世界 混乱 啊 社会混乱 地球的灾病 平凡 云阴在此地 我们不能不知道 现在人 从向科学 不相信 论匿道德 啊 日本 这一次的灾难 啊 我们看到 网络上 报道的信息 啊 东京 知识 就是 东京的市长 啊 好像不是先任的 前任的 他说话 啊 他说这个灾难 是老天 对我们的惩罚 啊 所以有一部分人 不赞成他的说法 请他离开日本 那还有一个 傅宣长好像 也是政府官员 啊 东京那边朋友的时候 打电话告诉我 这个傅宣长 跟大众讲话 他说灾难 是不善业 所感到的 那也就是我们众生 做的不善 所感到的 这些说法 跟佛经教里头 跟圣人教会里面 完全相应 我们真的明白了 既无 既无 扬善 盖邪归正 端正心态 在那可以化解 这几句话是美国布莱登先生 所说的 布莱登是个科学家 他说出化解灾难 要用心态 断正心态 可以化解灾难 不适用科学方法 这些大科学家知道 物质现象怎么形成的 物质现象的基础是 精神 就是心念 就是心念 这个说法 是德国的科学家 普朗克说的 他是量子理学家 爱因斯坦的老师 他已经不再舍了 他告诉我们 世间没有物质这个东西 物质是假的 物质是什么 是意念的累积 是意念的累积产生的幻想 为什么这个幻想这么复杂呢 根据他讲的 这是频率不相同 都是我们念头 念头也是一种波动现象 频率是什么 频率慢的就变成固体 坚硬的东西 频率快的 就变成软 松软的 像液体 这些类的 更快的 变成气体 我们现在所知道最快的 就变成电磁波 变成光波 这最快的 换一句话说 光波电磁波 也是 心念 变形出来 那换一句话说 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 都离不开心里 这个心念 是阿赖耶的转向 阿赖耶转向从哪里来的 从叶象来的 叶象就是波动现象 科学称它做能量 现代科学家这些发现 印证了大乘佛法 大乘佛法是三千年前 释迦牟尼佛所讲的 他们现在印证了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 这地下书 无名 无名就是波动 发现 本来解口 空 空 空是一个抽象概念 你不要以为真的有个空 就分别这个空 执着空 全错了 为什么说它是空 因为它没有现象 它不是物质现象 它也不是精神现象 它也不是私人现象 但是这三种现象都从它那里变现出来 本身它什么都不是 它能现 这三种现象 它能现的第一个自然现象 从自然现象里面变现出精神现象 从精神现象变现出物质现象 速度快 快到我们无法想象 我们好像这三种现象同时发生 其实有先后 先后我们找不到 这三种现象 这三种现象全是假的 当体皆空 了不可得 所以记住 空也不可得 发戒动朗 明知为观 这是观 真真 观透了 我们将看破 真看破了 发戒 举其 这是真的方向了 发戒 清净击灭 清净平等久 发戒俱捷 一念不神 照见是发戒动朗 这就是大彻大悟 明信见信 慧能大师开悟 法界是什么样子 他有简单的报告 二十个字 他讲自信 自信就是法界 自信就是真如 自信就是法界 就是佛心 他第一句说 何其自信 本自清净 没人物 从来没人物 往后也不会人物 本不生命 他真的是不生不灭 本自具足 他虽然什么都没有 他什么都能信 什么都没有 你不能说他是无 第四句说 本物动有 那就是说 自信是本地 法界 本来是 清净 机灭 末后一句说 能生万法 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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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物 能生 能信 能信 是法新徒 法新神 就像我们用一张幻灯片 打在荧幕上 永远不会变 所以叫一阵法界 我们把一大堆幻灯片 放在放映机里面 那就变成电影了 电影 荧幕上画面 是动的 是无常的 一张幻灯片 是永远不动的 是长的 我们看到真相 在电影里面 我们看不到真相 是一张一张移动的 我们看到幻想 梦幻 爆炎 所以那一张的 那是什么境界 就是祝福的十报 专业图 永恒不变 能生万法 能生万法 这不要了 不可思议了 这一桩思绪 大臣经教人 最后告诉我们 为真方知 也就是说 只有你把妄想分别执着 统统放下 你就明白了 你要没有放下 给你讲 讲不清楚 如果讲得不好的话 会产生很多误会 你解错了 讲得很好的佛菩萨 他来跟你讲 他来跟你讲 我们中下根性人 听都会产生误会 开心记 说得好啊 无上甚甚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仅听闻得受使 愿解如来真是义 那真能解如来真是义吗 这个妻子是武则天做的 武则天现在在地狱 他要真解如来真是义 他怎么会堕地狱呢 妻子做得好啊 你看 这首妻子做出来之后 后人无论在家出家 再想做一手开经济 没有办法超过他 所以一直都用他的 做绝了 所以他心里想啊 愿解如来真是义 实在全都出现了 可见这个事情 那佛说得真实话了 这一句说绝了 唯真放置 你一定要真 要真什么 你一定要放下 放下执着你真阿罗汉 你能够解少分 那读经 听教 能解少分 如果再放下分别 试出时间一些吧 不分别了 你能够解多分 你能够解多分 不能完全去解 必须做到 不齐心 不动念 齐心动念 叫妄想 放下妄想 不再齐心动念 你就全部了解了 那是佛的境界 你成佛了 你全部了解了 你才真正 懂得 如来所说 真是意 无论常说 断说 断说 佛说一个字 你都明了 佛说一部 大方光 佛华严谨 你也明了 也都不二 这都是 第一条所讲的 不思意 尽解 一定要放下 不放下 错了 为什么 全是假的 我的生日是假的 家是假的 地球是假的 一切万物 全是假的 你在这个里头 齐心动念 干什么 齐心动念 已经错了 你还搞分别 止住 错里头 大错 把一征伐戒 变成六道轮回 变成三我道 把亲近平等觉 变成烦恼 变成了业障 变成了罪孽 这些 这些 与别人 毫不相干 要知道 这个世界 没有人害你 妖魔鬼怪 不害你 害不了你 谁害你 自己害自己 这是真的 妖魔鬼怪 妖魔鬼怪 他们的伎俩 没有别的 只不过是 威胁利诱 就干这个 威胁利诱 你不理他 就没事了 他不能强盼你 引诱你 你自己甘愿上当 那种话说 开赌场 赌场在诱惑你 你到那里 可以一本万利 马上发财 你也会 勤家荡产 这你都知道 你经不起诱惑 还想去试试看 碰碰运气 你到勤家荡产 到最后 没办法自杀了 跳楼自杀了 活该 你不能归罪于赌场 是你甘心情愿 去找死 但是开赌场呢 开赌场 他用心 不不杀 那个果报 我们很清楚 山土地狱 而且将来很麻烦 他虽然是自杀了 是因为你诱到他自杀了 你将来还要还他的命 你还得还他的钱 所以你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就想到这个行业 是最不应该做的 眼前的心情愿是自杀了 眼前虽然得暴力 后患无穷 你要付出什么样 残痛的代价 得不偿实 所以 所以天下第一等的好人 第一等的善人 是佛菩萨 谁是佛菩萨 谁是佛菩萨 人人都是佛菩萨 只要你觉悟了 不迷惑了 都是 迷了就是妖魔鬼怪 左传上有一句话说得好 人弃常在妖心 意思就是 人要把常丢掉了 他就是妖怪 妖怪是人做的 常是什么呢 人意离之性 叫无常 人要是把人意离之性 就丢掉了 他就是妖怪 左传上说的 随于妖怪在哪里 不仁不义 无理 没有智慧 没有信用 那就是妖怪 就妖魔鬼怪 古人是用这个标准的 不是讲什么 三头六背 清灭 辽雅 不是说这个 你要知道 中国传统文化 跟大成佛法 里面一丝毫的迷信 都没有 我们能够学历 能够相信 能够理解 能够依教奉献 我们得有 古今中外的身心 才真正 无体 投地 行约 臣服 没话说 那决定是 异教奉献 为什么 他们是真的 就像 今天上所说的 真舍之计 真舍之计 就是诸法识相 就是发心 真舍智慧 真舍之计 真舍利 一点都不假了 方冬魅拉先生 把佛法 教给我 告诉我 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学了六十年 享受了六十年 听听 感恩 老师的照片 供养着讲堂 我在那里 跟大家分享 面对老师 如果不是他教我 我这一生 也就苦难很多了 肯定 继续不断考轮回 怎么可能 超越六道 超越 老师的教会 遇到三个 真的是好老师 张家大师 帮着我杂根 我的杂根教育 前三年 得列于张家大师 后面又十年 亲近李老师 李老师看到我们 命太薄了 生起怜悯些 没有福报 没有寿命 教给我们 改变命运 改变命运 最好的方法 就是 将近教育 也正好 这是 张家大师 教导我的 张家大师 劝我出家 叫我学 释迦牟尼佛 所以上台 讲经教学 李老师教的 命运 整个转过来了 寿命转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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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四 好四 是福 惠命 希望正法 能教主 对世界法 对中国的传统 我们 我们发的心 是为古圣 集绝 为天下 开太平 干的 这种事情 佛教给我们 确定放下 明文立养 我们对明文立养 毫不关心 毫不在意 这些事情 是我们该做的 我们所求的 只有一种事情 往生极乐世界 清静阿弥陀佛 除这之外 什么都不要 带清静心 末后 这个条总结 若立 法性 无安心处 真的 现在人心都晃晃 立法性 确实 没有安心处 若立 直观 没有安心法 直观 就是看破方向 你懂得看破方向 你有安心的方法 把心安住 在自信上 慧能大师 所说的五句话 是自信 望尽还原观 里面前头三段 前面三段都不长 很短 那讲的是自信 自信的提向作用 讲得很清楚 金刚经也非常之好 大家都很熟悉 都安心法了 但是 最简单 最殊胜 最稳当 最快速 无过于 佛说 阿弥陀金 我们没有办法 安心 于 发信 我们把心安在 阿弥陀佛上 这比 安心 在发信 还具体 容易 我心里都只有 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我只要见阿弥陀佛 其他都没有 全方向 决定的圣经度 心就安了 我不想在初步世界住了 我一心到极乐世界 心就安了 心就定了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你怎么会不成就 所以由上 发心不悟 发了菩提心 你没开悟 用此方便善巧 令心等 这个 黄年老 引用了 赦臣之礼观 能发 究竟之 摩斯 那就 你不能误入 就变成 摩斯 难啊 净土容易啊 你看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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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是我心 我心既是阿弥陀佛 就行了 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 所以 学成观法比不上念 阿弥陀佛 但学成观法 我们要知道 你才有个比较 敬宗殊胜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